几人感觉到楼下浓重的血腥味和冰气声 已经知道大概 也许孔家找来了 蓝奇人走在前面 小心地下楼窥探 只见楼下血流成河 无论是赌客还是伙计 几乎被途径 赌桌柜台被翻得七零八落 只有赌场老板还活着 跪倒在一个壮硕的男人面前 瑟瑟发抖拼命求饶 壮硕男人周身妖气 没有半分人气 看来不是孔家人 也不是半妖 而是什么妖怪变的 他的七八个手下虽都是人形 但是身材比例 齐形怪角 有头特大的 也有头差点比脖子小的 还有手臂腿长的 总之用外挂裂脚 已经不足以形容 这一群妖里妖气的人 我说老板 总共就那么多黄金吗 你一个开赌场的 连个姑娘都没有吗 我 我是赌场生意 不经营姑娘 不 是我 老板下的牙齿打颤 也难怪他 毕竟身边还滚着几个圆溜溜的东西 这些东西一柱箱前 还在他伙计巷上 你可要想清楚了 要是还能拿出点有用的东西 我心许意高兴 能饶你性命 不然 壮老大用刀身 敲了敲他的脸道 我可找不到留下你的理由 暗阁 楼上 有暗阁 住着几个特别有钱的公子 他们有钱 他们有钱 老板下的抱头哭道 哦 谢谢 壮老大说完 举刀就砍 刀身却被无形弃弓打中 称一声离手 几人大惊 怒道 是谁 光天化日下残杀百姓 你们是何方妖怪 蓝起人领着有钱公子团 缓缓下楼 方才他以指令出招 打掉了老大的刀 好啊 就是你们几个 聪明的交出钱财 哎 不对 哇 看到吗 后面几个公子 特别那两个 好漂亮 本大爷这次过来 还没玩几个美人 这么美的 可真是 兄弟们 上 抓活的 可别弄伤我的美人 望向二人都被激怒了 他们有个共同的念头 活老婆 也是你们看得的 他们齐齐出招 一道碧尘 蓝光溅起 一道晨晴 红光怨起 交错而出 大堂里一阵惨叫 一群丑人倒在地上 流出绿色的液体 虽然缺胳膊断腿 却都还活着 他们的生命力 比人类强很多 尽管如此 他们纷纷退去了人皮 献出了真身 一时间 地上一地的虾冰蟹降 有海龟样子的 有巨大的龙虾 甚至还有些 直接变成了大贝壳 看到魏无羡走过来 吓得关上壳 魏无羡看着好笑 去敲了敲 那个有半张桌子大的贝壳 躲起来干嘛 你难道藏了珍珠吗 话音刚裸 贝壳开了个小缝 里面推出一个歪歪扭扭的灰色珍珠 大爷 请萧娜 别杀我 贝兄 你还真有珍珠啊 魏无羡把珍珠推了回去道 贝兄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如你来告诉我 你们是何人 哦 应该是和妖 为何在这乱杀人 我就是瞎妖国的一个小妖怪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听大伙说 半妖国兵士没了 遍地黄金 满街美女 过来可以随便抢随便杀 就跟着大伙来了 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 本来你态度那么好 我是应该放过你 但你们杀了好多人啊 魏无羡从地上捡起一把刀 递给躲在一旁的老板道 这些妖怪已经没有抵抗之力了 要怎么处置随你了 不过 他们似乎都是各种海妖 每个妖怪的要海都不一样 你可能要有点耐心 慢慢找了 蓝家一席人离开了这个屠宰场 却见本来仅仅有条的街道 此刻已经秩序大乱 到处都是打杂抢的声音 平民百姓的哭叫声 不好 估计是孔家和我们耗得太厉害 被其他妖族惦记了 我听说妖族之间没有联盟 只有弱骤强食 魏无羡道 蓝旺鸡与他眼神交汇 点点头 老黎家就在那边的街区 我们先去救他们 此刻孔家估计拐不着我们了 魏无羡带头跑在前面 沿路救下了许多半妖国百姓 入侵的妖怪都不是正规军 而是一些跟风而来的地痞流氓 这不是战争 这就是一场屠杀 魏无羡猜想 正规军可能被孔家拦下了 远处的城墙外响起震震爆破声 和上等灵气激荡的灵力波 那边应该是主战场 而且孔家估计是聚集了所有力量 以至于他们的百姓被地痞流氓屠杀 都没有一个孔家兵能来支援 当他们到达老黎家的时候 只见一个极高大的男人 长着三角形的头 将哭傻了的小黎抓在手里摇来摇去 矮小的老黎夫妻比清脸肿 一人一边抱着她的腿 劳累恒秋地哀求 拿出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嘿嘿嘿嘿 一家的黎猫 这皮子若剥下来得值多少钱啊 她猙獰地看着已经不会挣扎 只会发抖的小黎 无耻之徒 高大男人抬头 正欲看似何人敢骂她 只见地上卷起一阵狂风 似乎有个身影在靠近 之后自己变得很矮很矮 居然比脚边的狸猫还矮 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手摸了摸自己的头 却发现脖子以上框框如也 想了半天才明白 哦 是头掉了 疾风不知她要害在哪 干脆来一个风急盏 直接将她全身大写八块 她出手太快 小黎本来还悬在半空 正欲掉下 却掉进一个温暖的掌心 此人将她捞入怀里 缓缓地输了点灵力 并对她微笑道 小黎别怕 叔叔们来了 萧兄轻抚小黎 将她轻轻递给老黎夫妇 恩公 是恩公 你们又救了我们 老黎看到蓝骑人 蓝望鸡一席人在此出现 都安全无余 他们感动得说不出话 这几位仙军 三番五次救了他们一家 老黎 要感谢的话 以后再说 你们先躲躲 魏无羡蹲下来扶起老黎 邻国的大军杀了过来 要将我们屠城 孔家已经在城墙外迎击 这些流寇是趁乱混进来了 到处烧杀抢掠 我们没有地方躲啊 我知道一个地方很安全 你可以组织大家躲进去 先让小黎他们进去 你可能做到 我可以 我随你们去救人 老黎道 莲花园就在老黎家旁边的街道 魏无羡对蓝启仁恭敬道 蓝老先生 请开门 蓝启仁莫名其妙地 看了魏无羡一眼 这家伙居然敢使唤自己开门 但他也没多计较 顺手把门开了 几个被救下的半腰 把七儿送进了莲花园 男人们都加入了 魏无羡临时组织的民兵队 还有几个骁勇善战的姑娘 也加入了 蓝老先生 要劳烦你守在这门口 我们送人过来 你便开门给他们 什么 为何让我守在这儿 我可以带队去救人 这门谁开不是开 蓝启仁怒了 魏无羡君想他在这儿做门神 还是专门给别人开门的 我和先生一起留在这儿 先生 如您所说 这门万一让敌人开了 里面的人都有危险 我与你守在门口 让公子们兵分几路去救人吧 小雄知道魏无羡解释不过去 忙给魏无羡使眼色打圆场 事不宜迟 我们兵分三路 带兵去救人 魏无羡道 蓝旺鸡点了点头 低沉道 归鹰 小心 流口虽不足为惧 但也可能会遇到孔家兵 或妖族的正规军 若有危险 要赶快放出信号 知道了 魏无羡拍了拍 来忘机方才给他的信号弹 三人带上三队人马 四处救援 他会使用了宗族的照片